大家好 缩解业绩花 很多花样都养有了 它可以做坏栽 还有地栽 要爬藏的 要盆栽的 那么 大家看一下我桌面上 借了一棵老章 就是经过了修剪的 然后经过了施肥 这里已经绿绿绿绿 冒出很多的花苞花朵了 那么是用什么方法 能够让它快速的 抽出花苞开出花朵的呢 其实就是给它喂了两种肥 然后这个盘独 就是给它喂了一些农家肥 农家肥呢 还有鸡份还有羊分 我这一盘呢 我就是喂了一些羊分的 比如说一些不风干好的羊分 这种风干好的土羊分 而且呢 对这个土壤的纤维是比较好的 不绑结 不烧根 肥效膏 咱们可以作为底肥 给它混合一些脊柳栽种也是可以的 或者是后期给它撒到盘土也是可以的 也可以作为浅埋 给它浅埋 进气也是可以的 大概就是20天到一个月 给它撒一次就可以了 这样呢 肥力充滞了 它自然就供给到这个花苞花朵上 它慢慢就会打开生成的了 而且里面所含的有脂质成分是比较多的 还有呢 另外啊 就是在它这个开花之前 就是冒猪花苞之前 给它喷洒了三次磷甲肥 就是磷酸亚金甲 因为磷酸亚金甲呢 它是一种猪花肥 还有促进根系的生长的 咱们就是以喷洒的方式 喷洒整个脂质的叶面正反面就可以了 这样呢 它吸收了磷甲严肃的成分 它自然就慢慢的抽出花苞 开出花朵了 使用一些高程度的磷酸 清甲 给它喷吸就可以了 后期它就会开花比较的旺 就是在晴天的时间段 给它喷洒就可以了 下雨天的话呢 就不要给它喷洒 这样呢 起不了任何的作用的啊 所以花样们 如果家里养的叶鸡花 老壮啊 想要它快速冒出花苞 开出花朵的话呢 就是这样简单的 使用这两招就可以了啊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好 下期再见